本京的华人联谊会会长莫泽川牧师贤抗力 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孝帝佑牧师 各位教区长牧师传道 还有我所敬爱的谢任的妇女会会长 雅西姐 瑞连姐 秀琳姐 苏珠姐 还有瑞一姐 还有我所有的现场的嘉宾们 祖类的弟兄姐妹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现场 还有我们来自缅甸的12位的缅甸瓦城曼德烈的姐妹们 欢迎你们 祖礼平安 今年是本会主办 今年我们主办这个晚宴的目的其实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要庆祝我们联会妇女会成立40周年庆典 这40年的恩典之路 我们要献上无限的感恩 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 第二 我们也称这个良机 趁这个庆典我们也同时为我们的总会妇女会 与丹江乌鲁克兰的妇女中心 筹募发展基金 那我们今晚的爱愿 西开96席 那我们今年 我们今晚月列的计算呢 我们扣除这个开支 我们所筹到的就是接近200千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们 我深深的感到 我们妇女会真的是一个蒙恩蒙福的一大群的姐妹 当我们开始这个筹备这个晚宴这个庆典的时候 让我看到我们姐妹们是何等的童心 我们何等的大家积极的在计划 在做各就各位 大家看到姐妹们的劳心劳力 使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当然偶尔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问题 但是天父爱姐妹们 很多的问题 当我们大家集在一起 我们经过祷告 我们讨论 当然我们也吵了几阵子 那么问题就意义的解决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靠主 靠主的圣灵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施奉 我们可以去宣教 去布道 当愿姐妹们 都能够靠主的圣灵 我们很劝卑顺服的 我们一起的积极 配合我们的联会 我们一起去做 感谢主 我们今晚的爱宴 希望能带给大家 无限的欢乐 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 在足里这个美好的团契 享受桌面上的美食 也同时享受我们台上 所准备的精彩的节目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体验 在足里的相聚 是何等的甘甜 何等的美好 愿我们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大家